Hello,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12月12号 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行情 照道来讲,双12应该行情会很不错了 为什么今天行情是往下跌呢? 主要是有两点因素 我们待会儿会来帮大家做个追踪 一开始要请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跟我做讨论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有赚到钱的 也欢迎大家留言跟众哥分享你获利的喜悦 当然更欢迎大家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 我们来看到今天行情到底是在跌什么呢? 主要是跟CPI数据还有FOMC会议有关系 这个礼拜这两场数据是非常重要 首先是12月13日的CPI数据 机器的关系没有意外的话 这边应该是从高点往下滑落 只是掉的速度快跟慢 目前市场上预估说CPI数据大概是7.3附近 再来是FOMC会议 它升息几码 这种哥认为不是太大重点 因为没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升息两码 比较重要是在汇后的利率点证图 如果说它的利率点证图 这边峰值比市场上预期的还要低 或是它峰值维持的时间没有太长 那这边行情就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喷出段 所以新阶段你要关心的是 如果说高利率维持着一段时间 而且这个时间是维持的很长的话 那经济就有可能会陷入一个衰退 所以上上在担心这个经济到底会不会衰退 所以这个股市是先跌再说 包括美股美股在上周五也是呈现一个下跌的 所以现在市场上会担心说 这个高利率会不会让这个经济呈现一个衰退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NASDA的这个周线图 那这个周线图是2006到2008的一个走势 那这种哥想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们根据统计之要来看的话 当出现殖利率倒挂的时候 过去当殖利率出现倒挂 大部分后面都会有个经济衰退 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 后面都还会再走一个多头行情 那你可以看到2006年就已经出现了殖利率倒挂 但是它却是硬生生走了两年的大多头 而且中间是还屡创新高 直到2008年出现一个雷曼事件 行情才开始往下跌 所以如果你预设任何立场 放空的空手了 这边你是整整被嘎了两年 虽然我不太喜欢跟大家讲说 这边就一定是底部 或是这边就一定是头部什么之类的 其实猜一体摸头我们觉得不要吧 因为这边你可能你去摸头 就上周五硬涨了200点 那你不是就被嘎到了吗 所以其实我会经历大家照个形态来看 那目前形态就是区间震荡 等待什么 等待这两个经济数据 那我认为这12月进入一个圣诞节 大家关心的是圣诞老公公在哪边 而不是鲍娥爷爷说了些什么话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统计之要 这美股如果12月中旬之前是下跌的话 在中旬之后上涨的几率会比较大 那你可以看一下2018年美股的走势 其实这边上半年上旬的时候是先下跌 那最后往上去做个大涨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应该是12月24日或是25号这一天 美股当天是大涨了5% 所以接下来进入12月 大家都想要营造一个欢乐的气氛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总认为这边会一路作涨到年底 那当然一路作涨到年底 不是每个个股都会往上去做一个反应的 你可以看到10月23号 我跟大家在群组上面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正在往升息循环的终点前进 那利率跟通膨对行情影响会越来越小 接下来左右行情将是企业的获利指引 好朋友请记得企业获利指引这六个字 因为这会跟我待会要跟大家分享的息息相关 那回过头再看一下 我先想要跟大家道 老八的价值投资会是很多人信仰 所以我们会占别空头 那扭转空头的顺序有几个 第一个全职股 再是有基本面的个股 再是中小型低价转机股 而现阶段轮到有基本面的个股 这个行情如果要往上涨刚开始的时候 外资进来一定是先买有价有量的全职股 接着资金开始外移到有基本面的个股 再是中小型低价转机股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 接下来影响行情将是企业的获利指引 那企业获利指引代表是什么呢 代表是接下来的这些个股 只有明年还可以再往上创新高的 股价才有创新高的底气 那我在12月4号有跟大家聊到 接下来全职股或是营运低机企 或是跌升板台的 大概都会被沦为出货的标的 那其实你有印象非常深的话 其实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最近开始把我们的部位往什么 往这个有基本面的个股 一些营运低机企业或是跌升反弹的 这个都不是我的重点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影响股价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获利 第二个是估值 那估值呢 可能就跟联主会的货币政策有点关系 那你去想一下 如果联主会这边还是持续紧缩的话 或是这边是维持着高利率 那想必呢 估值的影响一定是不太好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如果说它维持在一个高利率一段时间之后 只要它不再暴力升息 其实估值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接下来影响比较大是在获利这一块 所以这边只要企业获利呢 仍然是可以持续往上去做个增长了 那其实股价也终将会创新高 那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总是温和成长 比如说什么 可能一两千年前 大概还在用这个锄头 用这个锄头在耕田 或是用水牛在耕田 但是来到现在 经历过农业革命 又经历过工业革命 那这边大家已经不再用这个水牛在耕田了 那经历过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又经历过一个5G革命 其实你可以看到 大家现在应该没有能拿黑金刚手机了吧 所以这边人类历史总是温和成长 所以我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接下来行情 一样请大家把重点放在有基本面的腰股 明年还可以大不度成长的一个个股 那所以我们照着这个方向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12月 12月这边加上今天大概就8个交易日 那是8个交易日 我们这边就有了7档股票 7档涨停板 应该说7根涨停板 那这7根涨停板 8贯是其中的大助力 8贯这边已经获利了30% 而不然是获利了50% 那获利的50% 我们是一张都还没有卖掉 那在11月 11月这些绩效 你可以看到也是非常的丰硕 那为什么11月跟12月 可以创造这些绩效 因为我们把方向给抓好了 刚开始的跌升反弹 我会带大家去抢这些全职股 或是营运低机器的个股 比如说华琴 我带大家去抢过 再来金豪科 我也有带大家 接着我开始往基本面 有基本面的个股 那有基本面的个股 11月我们就有三档 不好意思 四档 有四档 获利供三层 材料 M31 联勇 跟志愿 那联勇这边是什么 营运低机器的相关个股 这个驱动IC 那驱动IC 其实它的 为什么会布局驱动IC 因为我看到面板报价 开始这个指稳向上 所以 带你买在500块的联勇 现在其实还在套牢 那带你买在300块 可能已经开始准备解套了 但是 这边可能 你摊在300了 但是还有个500的部位在那边 那是仲哥已经带你 获利38出场了 所以你只要把方向抓好 那我相信 获利自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要邀请大家 跟上我们接下来的布局 那这边是最强的绩效 最狂的团队 最杀的回馈 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 圣诞旧尼巴 仲哥要送大家一份的圣诞大礼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坊间其实很多人在推这圣诞专案 那有的是送会期 有的是送 送腰股 送这个标股 但是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其实 如果 它的绩效够好的话 那为什么要 送会期给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 我们是跟坊间同业不一样的 我们是绩效报好 那仲哥牺牲一点奖金 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 这边请大家赶紧跟上 我们12月接下来 要布局的腰股 那你可以 看到是11月 我们从11月开始到现在 其实是一档 即使一档 那其实你如果 赚不到腰股 是你 不够想要 或是不敢要 不敢要更多 那只要你敢要 只要你愿意跨出一步 去赚腰股 去抓腰 去买张彩券 我相信 老天爷总会眷顾你的 所以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取决于 你现在呢 有多努力 那我 这个周末就带小朋友 去夹娃娃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 再留言抽娃娃好了 那其实夹娃娃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为这个跟技术分析是有点关系的 挡板 挡板越高 其实这个技术分析的压力越大 所以这边 可能挡板太高 就不太适合去抓了 那这边我们回过头来聊一下 这个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其实呢 它就是围续在一个区间震荡 那你预设认为立场 认为说行情会往下崩 那我要问大家的是 如果行情没有往下崩 在这个区间震荡完之后 反而又往上走 那你该怎么办 我可以停损 当然没错嘛 这是空单 如果往上走 停损也是很合理的嘛 但是你要想的是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停损 那没有停损 一路往上嘎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不用去预设立场 我们只要照着当下形态 那现在形态就是呢 这个区间震荡 我们只要控制好我们的部位 部位控管控制好 直到上升轨道再次沉险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放大我们的部位 那新阶段来看就是 14250到1450的区间来回震荡 那你可以看到量呢 其实是明显的缩下来 这种哥在做PPT的时候 大概只有1400亿 还不到1500亿 那最后一盘的量呢 这种哥是没有看到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是量缩的等待这个CPI数据 还有FOMC会议 那另外看到这个贵买指数 那种哥这边可以大胆的跟大家讲设 只要没有意外的话 CPI数据FOMC会议没有意外 比如说这边FOMC 是维持升级2码 不要说突然升级成3码或4码 只要没有意外 那做账行情会持续 因为呢资金仍然在轮动 最明显的是吗 你可以看到贵买指数今天是明显要强于加权指数 今天是稍微跌破月线往上去做一个收缴 所以只要加权贵买没有同步的走落 其实呢做账行情会依然持续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上中午是垃圾盘 那中小型个股其实跌势比较惨一点 但是呢今天 中小型个股却非常活泼 轮到加权指数跌幅呢比较重 所以现阶段呢 我们先看待是一个区间震荡 做账行情呢有机会持续 那做账行情要往的方向呢 中哥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跟明白了 就是往有基本面的腰股 只有明年还能大幅度成长的个股 这边才有机会往上喷出 你才有机会赚到钱 如果你还是想要抢这种跌生反弹的 那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你的手脚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可能有赚一咪咪就要跑了 那如果你的手脚不够快的话 我会进大家直接拨打电话 027725-1500 027725-1500 跟上这种各的一个脚步 那再来这12月获利呢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敢要 我一定会帮你留个位置 那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中哥一定能让你坐在我的左边 让你跟着我贴身操盘 那这是我们12月1号的交易日子 金居资源大涨金居 然后这12月2号八贯建策 那建策呢 今天也是逆势收红的 就看看这个区间呢 到底会怎么发展 那我的部位呢 我交流成员部位呢 会等待这个区间 往上我会打加码单 往下我就是把我的部位给克林掉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区间呢 是怎么发展的 八贯 骑鸿 汉逊 我们12月5号 有三档股票亮灯涨停板 那骑鸿 然后再来是12月6号 这八贯呢 华城呢 亮灯涨停板 所以八贯呢 真的是我们这个月大主力啊 这获利50% 一张都没有卖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扣讯 那我相信呢 你有多久 没有这种连续喷出赚涨停的 我相信应该也有一阵子了吧 但是呢 我们却非常幸运 我们有 这134的八贯 连续这样往上喷 短线就50%了 或是6643M31 这边也有70%的获利 虽然其实呢 越努力越幸运 听公斌啊 总会看到你的努力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现在你就放弃了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嘛 人类历史总是在温和成长 所以台股呢 从来不缺题材 只缺在 你有没有发现美的人力 所以那支集团特定人 他们这边都会要作帐 所以呢 我今天是持续往这个方向去做布局 那大家一样可以跟着我们来去做个留意 特定人呢 就是先看这CP的筹码 那在我们这边呢 也可以看到 跟大家聊到这个笑话 那其实呢 这边其实 分析这么多 其实是 我觉得是没有太多 太多意义的 有个人跟你讲 这基本面非常好 有个人跟你讲 说这是黄金交叉 什么什么 但是重点是什么 你有没有赚到钱 如果你没有赚到钱的话 甚至因为这样子 被你的老师啊 或是被你的朋友 以赌不回 被踢出群竹的话 你应该跟着这种歌 因为我们十月战绩呢 非常好 那甚至呢 这边呢 带着家族成员呢 买的呢 比这台电呢 买的比老八还好低 当时我跟大家聊到 台电呢 已经来到了一个合理估值范围了 那怎么算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荧幕上 我有教大家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又找到另外一档 合理估值的个股 那这档个股呢 先前把说认为说 11月12月会持续走延 那我从它营收来看的话 的确是创了这近期年来的新高 所以公司的把说内容呢 并没有浮夸 那这代表说 公司可能已经转股成功了 再来 公司认为明年会成长5到6成 那我们稍微打个折好了 打个8折好了 打个8折 明年还会成长40% 那本益比是什么 股价除以每股盈余 如果说本益比不变的话 那其实未来潜在空间高达40% 那如果我们再打个折 我们打个6折好了 那一样是成长30% 成长30%股价也会高达 股价未来有上涨潜在空间 也会高达30% 所以这档个股最新的代表作 也不好意思 应该不能讲说最新的代表作 而是下一档8冠第2 我认为非常有机会 大家一定要加入我的群组 或是拨打电话进来跟上我们 跟着我们 你可以在今年行情 留下满满的交易轨迹 而且这些交易轨迹都是这样 都是有去有回有赚钱的 绝对不是套牢凹蛋凹满手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带你免追高 提早买安心赚 那这边如果认为行情会崩盘了 那这种歌会建议大家 等到形态开始完成 形态完成 其实我也会带你进场去打 但是现在还不适合 所以这边要请大家 赶紧跟着我们 一档一档慢慢的转 一档一档慢慢转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年又一年 稳定的获利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 其实呢 这边就请大家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02-725-1500 02-725-1500 那我们明天见咯 谢谢拜拜 挖 本公司以往结期 效不保损未来获利 竟一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需求卷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碰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决卸协议估并自复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